华林县政府今年特别邀请了驻台国外单位 德州大学参访团共12人 在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杨顺宇陪同下进行查续交流 县长许正位大力行销花莲的好山好水 以及多元丰富的文化 此外县政府也积极和县内大学进行产观学界的合作 和青年学子一同携手发掘地方的亮点 华林县政府今年度特别邀请驻台国外单位 德州大学参访团共12人 现在许正位在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杨顺宇的陪同之下 与德州大学参访团进行查续交流 县长与德州大学参访团相当甚欢 现在许正位有分享到 花莲是台湾最狭长一次面积最大的县市 有高达3000公尺以上的山脉 与连绵175公里的海岸线 也有全台湾最多的原住民人口 六大族群 照着花莲成就有多元融合的一个缤纷城市 关于云影教育的推广 现在许正位表示 县福从108年度开始推动双云教学 实施国小12年级英语说话课 让英语向下扎根 另外也推荐教师参加双云真人进修 以强化教师的专业 更扩大引进外籍英语教学人员 营造校园口说的环境 奠定学生们的英语基础能力 此外 幸福积极着力于育财 赔财 揽财 以及流财 以县内大学进行场观学合作 携手7年学者一同发掘地方的亮点 推动区域特色文化 期盼透过辅导资源以及培力 促使7年将心中萌芽的想法转化成为提案 以及创业的可能 并且帮助年轻人根流花莲 为花莲注入更多的创新产业能力 让各种梦想能够落地 化为促进社会更好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